Hello大家好,非常欢迎我们的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DFI创语灵感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,是想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呢,介绍一个怎么样用我们的面包纸袋 也就是我现在右手拿了这个透明的白色的一个纸袋 做出来一个非常可爱的我们的花瓶的一个装饰 我们需要的呢,就是这样的一个纸袋 你也可以是用别的一个纸袋呢,进行一个装饰 我们这边呢,是有一个宜家,来自于我们宜家的一个透明的一个杯子 然后还有一些缎带 我们这里呢,是想要做一个鲜花的一个玻璃瓶的一个装饰 我们就先开始 我们需要的是先把我们的纸袋呢,放进我们的 把杯子放进我们的纸袋当中 纸袋的大小呢,和杯子的大小呢,是最好能够相互的 就是大小有所相互配应,相互呼应 如果你是有个大的杯子的话呢,一定要选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纸袋 把它做一下装饰了之后呢,可以把它上面的给它稍微拉一下 然后呢,再把我们的缎带,或者是把我们这个装饰的一个纸条 给它呢,在这里给它做一个小小的打结 一点点 那就 würde Sans牛太 days 好 früher 你 好啦 这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非常简单 非常可爱的一个废物利用的 一个花瓶面包纸的一个装饰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下一期的主题呢 会给大家带来什么呢 嗯我们来看一下 来先找一找 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有什么样的呢 啊是要给我们的 小男孩或者是我们的 男士呢做一个 非常可爱的爱心那个礼物 然后呢我们下一期 会给大家继续做他这样的一个主题 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 今天给大家这个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别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 向上赞或者是直接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在视频的下方呢 可以留下你宝贵的留言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 看得愉快咯 拜拜